我們現在身處聯合國在歐洲的總部 你可以視這個地方為跨國版的立法會 裏面的chamber表現了很多世界上重要的議題 它的總部之所以在瑞士這裡 就是因為這個國家有一個很悠久的中立歷史 本身瑞士和不同的州份組成一個聯邦 有在戰士上來的時候互相防守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奠定了它作為中立國的基礎 今天聯合國的歐洲總部就像在瑞士 一天門口被百多支旗海包圍著很震撼 而它英文字母排列的國旗 剛好最極權的北韓和最民主的丹麥 都是第一排就像當年的瑞士聯邦一樣 海立百川有用乃達 當時的日內瓦經常被薩福伊皇國欺負 他就覺得瑞士聯邦的制度很好 當A和B和C分別簽了防武協議 B和C打仗的時候 A要幫誰 答案是兩個都不幫 做和事佬 因此當家民的社員越多 和平的威力越大 當年日內瓦只簽了蘇利西和帕爾 他們兩個就把自己的利益 和整個瑞士聯邦捆綁在一起 但這次最令我驚訝的 不是去他門口朝聖 而是後面的這幅壁畫 這幅關於人類對和平追求的一個藝術品 他融合了好幾種藝術風格 第一種就像George Brock的立體主義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臉 其實他就是同一個人不同時間 走過同一點的畫面合併在一起 以免得那隻馬 就是說Granica被佛朗哥炸完之後的慘烈 明顯向北加索致敬 說起中立國歷史上有很多 荷蘭比利士都說自己中立 誰知被立水德軍吞了 德瑞士真的守得住 原因是甚麼 話說當年瑞士發生過農民起義 因為他們不滿當地政府徵重稅 然而你政府收不到稅 那麼那筆軍隊由誰營運呢 結果他們就強制所有瑞士的成年男子 都要服兵役 當局甚至把這份兵力賣出去 連梵蒂岡即是教宗 都要找瑞士的衛兵作為他們的私人保標 演化到後期了 如果你完成了兵役 你就有資格在家裡收藏槍械 在瑞士擁有槍械的比率是全球第四高 因此他們就有這樣的能力去危急的關口保衛國家 沒錯 你有上下的實力 你才有資格和和平 正門對面的花園放了很多和平為主題的雕塑 趕完歷史帶你去逛逛 放鬆一下 看到這張椅子我們又說說故事了 這張椅子是紀念戰爭時受傷的士兵 看到他斷了一隻腳 就像一個人一樣被地雷炸斷了一隻腳 這個雕塑很powerful地動在中部門口 提醒一邊的人 你背後的決定都會影響平民的安危 憑著堅守中立 戰後的瑞士做了歐洲最有錢的國家之一 他們沒有盲本也積極投入和平的建設 例如下一個景點 紅十字會總部就是瑞士人創立 這裏就是國際紅十字會博物館的屋頂 它在這裏讓你看到很美的景色 除了有花草樹木之外 也可以帶你去高空 附近剛才剛才在門口見過的雕塑 完全跟瓦爾卑斯山的山景 和博物館連接著的就是紅十字會總部的office tower 你會看到它用了一個很簡約的綠色白色設計 其實就好像你在戰爭的時候 臨時所搭建的一些房子 希望提醒大家 即使處於一個這麼和平的地方 這個世界上很多人還在承受戰爭的殘土 看完現代化的大廈又說一些古蹟 Wilson Palace是聯合國人權事務處的所在地 它用了新文藝復興主義的建築 欣賞完建築的結構之後 就看看它的細節位 最高和第二層窗框上面構成了幾何圖案 當中的三角形和半圓拱結構 都是文藝復興時期常用的裝飾 新文藝復興其中一個重要的元素 就是向當時的古羅馬致敬 例如後面那條石柱的Corinthian column 你可以辨認到柱頂上幾塊樹葉 然後有一些橄欖葉狀 去向外咬出來的那種花紋 最後一個環節帶大家shopping 這條就是瑞士的名店街 由北到南伸延下去 南邊是沒有那麼明的名店 所以你都勉強買得起 可以去shopping 由這一節起就是貴的名店街 你會見到瑞士人很chill 他們有生意都不做 香港的名店是做到 9點10點還有人守著 因為瑞士本身是一個很富屬的社會 這些名牌對他們來說 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不見得需要有個人 留守到很晚去應付遊客的需求 反映了瑞士人很highclass的性格 記住第一件事 你自己要保持一個資訊 先不要去迎合別人 然後這裡個人認為是一個破產的交界口 日落雅作為瑞士法語區的首府 都有很多法國的名牌在這裡存在 這邊是LV Dior Fendi 被LV收購了 以及Cartia 還有今晚的日落真的很美 我發覺歐洲 是否空氣污染沒有亞洲那麼嚴重 他們的日落是特別漂亮的 因為瑞士的建築物 通常都沒有那麼多複雜的facade 所以你在日落看的時候 就是太陽的顏色反射在建築物的外層上面 這個不是普通的日落 你看看後面 亞爾比斯山的日落 這個不惹少了吧 我選瑞士作為我這個旅遊特輯的第一個景點 就是希望能夠學習到它這種態度 他們雖然有很多東西都是全世界最top tier 但是他們不會爭取什麼Ranking 只要自己會得滿足就可以了 就好像我這個Vlog 我會介紹很多關於歷史 古蹟 建築 以至美術的內容 未必可以做到全香港最多人看的Youtube Vlogger 因為真正有內涵欣賞這件事的人 不是那麼多 但我希望能夠做自己 好像瑞士人那樣 Stay chill and be yourself 我是Frederick 希望下一集可以見到你 拜拜